即将在今年9月卸任的马航首席执行员穆勒 早前接受德国媒体访问时表示 他去年接过领导棒子之后 发现马航的2万名员工 当中有许多人无所事事 甚至在停机坪睡觉 所以他才大刀阔斧地裁退了6000名员工 穆勒的这一番谈话 如今引起大马空服人员职工会的强烈不满 该会今天发表一篇措辞强硬的文告 除了用自大来炮轰穆勒 还指外国人不了解大马人的工作文化 大马空服人员职工会指出 当一名员工在睡觉时一定有理由 如果要恢复体力 睡眠难道不重要 职工会指出 穆勒必须了解 在一个24小时运作的工作环境中 许多员工会因为超时工作而感到疲惫 没有员工会刻意到工作的地方睡觉 因为他们可以请假 大可以在家休息 职工会促请穆勒拿出证据证明马行员工偷懒 工作时间都在睡觉 职工会还指出 如果员工都在睡觉 那到底是谁在为乘客准备餐点 难道是鬼 大马空服人员职工会还赞扬维珍航空 他们允许员工在疲倦时小睡一会儿 这是一家人性化和高素质的企业 他们了解员工的工作情况 而不会把员工当成零件 曾经让数家航空公司起死回生的穆勒 是在去年3月1号出任马航首席执行员 在上任的第一个月 马航就裁退6000名员工 并且将供应商从2万家削减到2000家 他还承诺会在2018年让马航转亏为盈 但是今年4月马航就宣布提前与穆勒解约 NTV7综合报道